59岁李连杰与女儿出游,身形销售单薄不少,满脸老人般显苍老。 今天,李连杰和自己的女儿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一组照片瞬间吸引不少人的围观,毕竟李连杰淡出娱乐圈之后已经很久没有露脸了,不少粉丝们都表示很想念。 李连杰的女儿更换了很多衣服,完全就是出游的心态,网友们还点赞李连杰的女儿越来越漂亮大方,并且这颜值也是继承了妈妈励志的好基因,看来未来进入娱乐圈应该也是完全没问题。 不过值得注意的就是李连杰连续几天都是穿着同一件衣服,牛仔裤配牛仔衬衫,黑色打底衣,戴着棒球帽,整个人都显得很低调,不愧是超级低调的大明星,如果走在路上,大概很多人可能都认不出来这是李连杰吧。 从画面上来看,李连杰整个人都销瘦了不少,身形显得十分单薄,网友们都表示有点心疼李连杰呢。 不仅如此,从放大的照片上来看,李连杰的脸上也是爬满了皱纹,并且还有些老年般,让李连杰看上去十分苍老。 之前网友们还发现李连杰头发花白,不过如今看来应该是染了黑发。 李连杰的家庭十分完美,尤其是李连杰和自己的老婆励志关系和谐。 如今励志已经彻底地淡出了娱乐圈,几乎就是照顾李连杰的饮食起居,并且相夫教子。 两个女儿在国外留学,也是相当的优秀。 近几年,李连杰十分热衷于游历各地拜访寺庙,也希望李连杰能够心无旁骛,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